距离上一次吃丸子汤 还是在山东启牛 这边看看太原的这个 丸子汤跟那个时候不一样 馒头四块 你这家店餐有多久了呀 30年了 30年了 多久了 这说斤了 有的店三十十斤 十五十斤 有的店二十来九十几斤 对啊 不一样 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了 那会八九年就在这街上开始干的 你看这是购买的 油条 来 你的方便面好了 好 一十要三 六个二十五 多少钱一斤 六块 六块钱一斤 六块钱一斤 五块钱一斤 就是有油的呗 那你早上鸡膀能烙多少 多少张饼啊 把椰子撒来椰子撒来 还有买马药 所以就放一块一块 对吧 哦 它就拖在油软转过去就行了 也有油条 油条还比较多 油条多了吧 对 有甜辣烟的吧 什么什么烟 甜甜的 没有 拿一个大丸 两块豆子 我点的这个是两块钱的饼 这个最少可以点一块钱的 好了 这个丸子汤 我刚才呢 数了一下一个有14个小丸子 是牛肉的 牛肉和面子一起做的 一口一个 嗯 好吃 它非常外面是 有点像酥肉的那种炸的那种口感 然后也没说 牛肉的香味 嗯 还有两个这种拔过的豆腐 嗯 嗯 做豆腐炸的很好吃 软软的 你看它没那么多 没有什么豆腥味 什么豆腐 豆干 这个饼就是 丸子汤的绝配 嗯 当地叫什么 烙饼 黄黄的 它是很油 你吃的还好 配的这个是免费的小咸菜 再来一口汤 它这个汤一看就是熬的时间很长 就是白白的 里面还有放的香菜 嗯 早上喝一碗这个汤 觉得元气满满 它们家的汤就是骨头汤 我就专门来这吃骨头汤了 满是汤 不是骨头汤 然后你是 好 我现在忙 你待了 哦 好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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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